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1年9月22日 星期三 我們這節繼續跟大家說香港的新聞 這節想說的是 陳同佳案件 陳同佳案件 大家應該也很熟悉 陳同佳案件 差不多 等於2019年的 反修例運動 的一個開端 事源林鄭月娥 想利用 陳同佳這個案件 就是要修改香港法例 要將 香港的逃犯條例 要修訂 令到香港和大陸 可以互相司法人道 本來是針對著一個案件發生在台灣 一個兇殺案 陳同佳 殺了人 殺了潘曉詠 在台灣 潛逃回香港 因為香港 台灣沒有互相引渡 令到案件 不能夠審訊 令到陳同佳 完全是逍遙法外 所以林鄭就把陳同佳案件 拿來做藉口 當時 打算要修改香港法例 然後就令到 香港和中國大陸 可以互相引渡 當時 令到香港有大量的 建制和權貴 其實他們 非常之反對這件事 香港當然不用說了 香港就是觸發 大規模的抗爭 香港就是因為這個反修例運動 令到香港的公民 全面覺醒 然後就繼續 把整個反修例運動 演變成為 在2019年的時代革命 換句話說 陳同佳案件 可以說得上就是整個2019年的 事件 的開端 當然了 陳同佳自己本身 他不是去推動這個歷史 實際上 林鄭月娥有心 利用他這個案件 然後就是要做出他的政治 的agenda 而林鄭月娥的agenda 就是在香港人 香港的人民的 對抗意志之下 就是促成了整個2019年 的時代革命 換句話說 我認為 真正促成歷史的 一定要把人的意志 打進去裏面 才能夠 算是推動 現在這個案件就繼續 在拉割 因為台灣 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台灣 也不會 甘於被林鄭月娥這個女人利用 這件事 把台灣 劃成中國大陸的地區 所以台灣的政客 比林鄭月娥更加熟悉 兩岸的形勢 絕對不會讓你因為一個陳同佳的案件 就把台灣 置在 這個中國大陸之下 一搞就已經搞了兩年了 本來 出了獄之後 陳同佳 就說要去台灣自首 但是 說了那麼久 已經足足過了兩年了 一直 都沒有辦法 前往台灣 而香港政府和台灣政府就繼續較勁 台灣就批評香港 香港又 繼續 抹黑台灣 又說人家政治操作 這個女死者的母親 在昨天 中秋節的時候 就是透過網上的媒體 發放這個錄音帶 裡面就說到這個已經是第四個沒有了她的女兒 中秋節 每次經過這個節日 都令她傷心難過 台灣那方面就說要先收到證據 才能夠接收這個 陳同佳 如果管浩銘 如果管浩銘真的有心 幫助 阿呂 潘曉詠的話 希望你就盡快解開這個死結 現在 就好像 打球一樣 一個踢給一個 另一個又大腳斬球 管浩銘又說不關他事 香港政府又說不關他事 陳同佳更加不關他事 到底關哪個事呢 這個 潘曉詠的媽媽就是敦促林鄭月娥 應該在你 那屆政府就好解決了 是不是 現在林鄭月娥隨時 拖一下拖一下 就去到下一屆政府 可能順利連任 連不連任 現在說不完 但是看小子也是會連任的 你一屆政府搞不定整個事件 還有沒有再離譜一點呢 管浩銘回覆查詢的時候 到底什麼時候要去台灣自首這個問題呢 繼續在推堂 要搞相關的手續 要看那些手續的批准時間 換句話說 就在說風涼說話 實際上 管浩銘 無端端 拿著陳同佳 在搞 就是PR工程 原本可能 那些人也不熟悉他 但是就是拿著陳同佳 使得自己有知名度 這個真的可以畫得上相當無恥 再問特區政府到底你什麼時候搞了 林鄭月娥 特區政府 一直都希望陳同佳可以盡快 去台灣 承擔法律責任 但是 就是一些配合做的事情都沒有做到 所以這個 潘曉穎的媽媽繼續在錄音帶說到 上年12月 送了一個殺人案同款的旅行商 給陳同佳 問這個管浩銘是不是收到 以及轉交給陳同佳 在2018年 到現在 已經寫了很多次信給香港政府 要求特事特辦 很可惜了 到現在 警方 基本上就是等於保護著陳同佳 而香港政府 繼續以保密作為理由 不願意透露任何詳情 還反問 這個是潘武反問 問陳同佳是不是有很多仇家呢 是不是那麼害怕有人要殺了他呢 管浩銘就是 繼續 出來 風涼抽水 說很了解 潘媽媽的感受 但是 對於什麼時候要去台灣 自首 就要視乎 什麼時候的程序 獲得批准 事實上這個程序永遠都不會獲得批准 因為香港政府 處處刁難台灣 台灣 也不會讓你這樣換錄 所以基本上 這件事可以說得上是永無止境 我們也可以很肯定 林鄭做完這一屆 甚至乎再連任做下一屆 這件事 也沒有解決的一天 現在細心看似乎比較大的問題 就發生在台灣那一邊 因為台灣不能夠接受 是一個 這樣的逃犯 忽然之間就是自己 在沒有官方 壓界的情況 自己坐飛機 進入 台灣 因為台灣 拒絕被他用這樣的方法入境 但是香港政府 拒絕 就是用任何政府的機制 將這個 陳同佳 壓送回到台灣 換句話說 雙方都是互相推卸責任 所以基本上 完全看不到有什麼空間 有什麼可能 就是可以令陳同佳的案件 就可以完結 我們再一次見證一個事件 被這班 香港政府 的政棍 林鄭也是一個政棍 操弄著這件事 到 現在 甚至乎一個可見的將來 我們也看不到 這件事有落幕的可能 一天香港 如果不是有重大的變革 如果不是 推翻現在這個 那麼腐敗的港共政府 基本上我們其實是看不到有什麼 可能性 可以在香港伸張正義 很可惜我們看不到在這個案件裏面 相關的人 支持這一種做法 其實有誰當初在反修例運動 2019年6月的時候 覺得這個政府 跟中共 是無藥可救到你不能夠接受管治 絕大部分的人 都覺得 沒有問題的 讓他繼續管治 但是要體制內改革 可能要有真的普選 但是隨著時間過去 你看著 這個政府這個政權 做盡最卑鄙無恥的事 你就知道 這種幻想 是一定要放低的 所以正確來說 我認為 這個反修例運動 就是真真正正促成 時代革命 而時代革命跟反修例運動 是可以截然分開的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繼續 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記得幫我們繼續點擊廣告 繼續用無限loop大法播放 繼續按爆藍絲的廣告 上一節 說了 希望大家想一想 怎樣幫香港互相幫助 概念是互相幫助 不是單向 叫人家幫你 如果有任何人單向 叫人家幫助 不打算 回歸的 不打算做任何事 付出 這樣我認為也是有問題 不能夠 助長 所以我們就嘗試一下每天 去做這件事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